那这也是个人对吧 其实不是 他只是本天课文当中 这个小酒馆主人养的一条小狗 这条小狗呢 经常愿意做这样的一件事 就是会顺走这个别人的包 本天都是一个主人公呢 去这个吃完了饭之后 刚要拿出来钱包结账的时候 发现包没了 那这个包哪去了呢 就是这样的一件事 细节大家可以在课文当中了解到 那首先呢 我们先来读这单词 follow me给我读一下 第一个小酒店酒馆 pub 下一个店主 也可以理解为房东 landlord 账单 bill bill 好我们先来看下这个单词bill bill这个单词的意思非常非常的多 也很常用 比如说首先它可以表示账单 单据清单都是啥 还可以表示钞票 还可以表示法案 还可以表示广告 你看一词多一吧 首先呢咱们先说账单 本天课文当中这样一个词 叫做pay the bill 付这个账单 比如说吃完饭要结账了 你就可以说pay the bill 对吧 好了 那这个除了表示账单之外呢 还可以表示钱币 钞票 US dollar bills 美元的这个钞票 因为还有硬币嘛 对不对 US dollar bills dollar表示美元 bill强调钞票 美元的钞票 bill还可以表示法案 crime bill 这个crime什么意思呢 它可以表示犯罪 罪案的意思 对吧 这个罪案的这个法案 好了 还有这个bill可以表示广告 billboard 大家猜一下什么意思 应该是那个广告的看板 对吧 这个billboard本身表示广告的看板 除此之外呢 它这个大写了之后 还可以表示一个非常有名的 这个杂志 叫做billboard 这个billboard怎么来的呢 其实它很有意思 就最早呢 有两个人 他们呢就是 在那个时代呢 其实不像现在说 有这么多的这个 给这个什么呢 巡回表演的这些演出的团体啊 或者是马戏团啊 给他们做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宣传的这个海报 然后做这个东西 一来而去呢 发现这是一个商机 他们就专门做这个事 后来呢 然后还开始办这个报纸 后来开始专门出版这个这个期刊 然后一直到发展成 现在这个非常强大 这个媒体集团 叫做billboard 比如说现在大家看 国外有好多什么金曲榜之类的是吧 经常会排这个billboard top ten 这个billboard 它的这个前世名的榜单 都有什么什么 这个billboard 就是来自于这个 广告看板这个词 就是这样的一个由来 这个bill这个词 同时呢也可以大写 对吧 就是人名 bill bill 好 关于这个单词 我们就说到这儿 本篇根本的生词呢 相关于比较简单 我们待会呢 一起来看一下课文的部分 Lesson 18 He often does this After I had had lunch at a village pub I looked for my bag I had left it on a chair beside the door And now it wasn't there As I was looking for it The landlord came in Did you have a good meal? He asked Yes, thank you I answered But I can't pay the bill I haven't got my bag The landlord smiled And immediately went out In a few minutes He returned with my bag And gave it back to me I'm very sorry He said My dog had taken it into the garden He often does this Hive这个词的用法 有同学可能一看到这个词 就想到说 它不就是表着有吗 不对 其实它的意思和用法 比大家想象的要多很多 直播大平 生活当中没有关注的 那我们来集中给大家总结一些 Hive的用法 关于Hive这个词呢 请大家注意一下 它首先分成两大类用法 第一个呢就是实力动词 它可以表示实实在在的动作 第二个呢就是助动词 它不表示任何的动作 它就起到帮助的作用 那咱们就分别一种一种来说一下 首先呢 咱们先说Hive这个词 作为实力动词的用法 最常见的意思就是表示有 比如说I have a book 我拥有一本书 这个有就可以叫做have 因为我有实际上拥有的 这个动作在里面 那说到这个拥有呢 其实不光可以用have 还可以用own possess 这两个词其实都可以表示拥有的意思 接着往下说 I have a book 这个是标准的一般现代词 对吧 she has a book 这个也是一般现代词 只不过变成了第三称单数 因为主语是三单 当然还可以变成过去识 he had a surprise 过去有一个惊喜 除了用现在识 过去识外 可以变成将来识啊 进行识啊都可以 我在这就不一一赘述了啊 好 那接着往下说 这个除了作为实义动词表示有之外 它还有更多灵活的用法 它可以表示吃喝玩乐做都行 为什么可以表示这么多意思呢 因为它在上下文当中 搭配不同的词 这个时候构成了不同的词组 就可以表示不同的意思 吃喝玩乐做都有 比如说几个例子你看 have a meal 有一顿饭 啥意思啊 就是吃一顿饭呗 have breakfast 吃早饭 have some water 有一些水 就是喝水嘛 对吧 have one 有开心的事 是吧 有娱乐 这什么意思啊 玩得开心吗 have a good time 有一段好的时光 也就是表示玩得很开心 对吧 have a swim 在这里swim是作为名词 表示游泳 不能表示动作 但是如果搭配一个动词 have a swim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动词的词组了 就变成干嘛呢 去做游泳这件事 对吧 关于这个词组 have a swim 和动词swim的区别呢 我们稍后到第42个当中再给大家讲 但总而言之呢 大家这里大家会发现 have a swim swim做名词 加上have a swim 就表示做这件事 所以你看 以上这些词组当中 have a本身的意思是有 但是由于搭配了不同上下文当中 就可以理解为吃喝玩乐做 不同的含义 所以你看 十一动词 有 还可以表示吃喝玩乐做 这么多不同的意思 注意哦 这些都是有实实在的动作性概念 所以都属于十一动词 好 那接着往下说 它还可以作为助动词用 助动词用的时候 就没有实在的意思了 那它是干嘛呢 它是帮助构成完成实态的 所以在完成实态当中呢 它是可以起到帮助的作用 因为大家都知道 完成实态的公式是什么呀 注意 我在这里说的是完成实态 我没有说现在完成实 为什么呢 因为它既可以帮助构成 现在完成实 have has 再加上过去分词 对吧 也可以帮助构成过去完成实 had再加上过去分词 当然还可以用将来完成实 will have 再加上过去分词 所以你看 现在过去将来完成实 都行 只要是完成实态 前面都得加上一个 have的各种形式 对吧 来帮助过去完成实 在完成实态当中 它是没有任何实意的 比如说这句话 现在的之前收到了一封信 have有意思吗 没有 它就是构成完成实 表示完成实的 所以这句话的实际动作 指的是我收到一封信 have就是强调 完成实当中 现在的之前收到了 所以这里面 have就没有任何的实意 再比如说你看这个 she has but a gift has 也是现在完成实 对吧 单三的形式 一样是构成完成的 he had left 过去完成实 还是帮助过去完成实的 所以请大家记住 只要是在完成实态当中 无论是哪种完成实当中 出现了have 都是起到帮助作用的 无实意 好 接着往下说 那这个说到 它既有实意动词的用法 又有这个助动词的用法 对吧 这个大家都很好理解了 那还有一件事 大家需要注意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当然有啦 因为实意动词和助动词 不光是有意思上的差别 而且呢 它们在变成这个 变成否定 疑问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 请大家注意 在笔记上记好了 如果要是实意动词 那么它不能直接变成否定疑问 它得搭配助动词 比如说搭配do啊 那字啊 搭配这些词 变成否定和疑问的形式 而如果是助动词 它本身就无实意 它可以直接变成否定 直接变成疑问 啥意思呢 咱们来一起看个例子 大家就明白了 所以呢 首先来 咱们先来看简单的啊 咱们先来看这个助动词 变成否定 助动词变成否定 怎么变呢 看这儿 I have not received a letter 助动词变成否定 I have not received a letter 因为助动词 这里面还有无实意 所以无实意的助动词 都可以直接在那边否定 那she has呢 变成she has not thought to give He had not left 看出来了吧 所以助动词变否定 很简单 直接加not 那变否定我们会了之后呢 那怎么变疑问呢 一样啊 直接把这个助动词提前就行了 I have 如果你要问他 问我 have I 问你have you 对吧 she has has she he had 所以直接提前变成疑问 我这就不追溯了 助动词很简单 直接变 对吧 直接在后面加not 直接提前变成疑问 那咱们再看实意动词 实意动词 这个变否定 疑问就有点麻烦了 为什么麻烦呢 因为它不能直接变呢 它得加上一个词帮助他 比如说你看这个 I have a book 我有一本书 这是有实意的 记住了 但凡是有实意动词 得加上一个助动词 再变否定 那加一个助动词谁呢 加do 因为原来是I have have是现在时代的 sorry 所以加上一个现在时代的do 变成否定 I do not have a book 你可以缩写成 I don't have a book 那如果是she has呢 三单的 所以得变成一个三单的助动词 she does not 注意 三单已经传递给了does 那后面要变回原型have she does not have lunch 那如果是过去呢 he had a good time 那怎么变否定啊 你用过去had 所以我加助动词 也加过去的 did he did not have a good time did表示了过去 后面用原型have 所以大家看起来了吧 十一动词 变否定 首先要加助动词 看看是加现在的do 过去的did 还是加上现在的单身 does的形式 所以大家发现了吧 十一动词变成比较麻烦 那这个十一动词变否定 咱们说完了之后呢 那怎么变疑问呢 一样的道理啊 直接把助动词提前 就相当于是变成 do I do you that she dp 也就是这个意思 OK了吗 好 这是关于这个啊 所以呢在这里请大家注意一下啊 就是这个十一动词和助动词 它除了意思上有区别之外 十一动词有实在的意思 助动词没有 此外呢 他们俩变成否定 变成疑问 也不一样 记住这个就可以了 好 那接着往下说 关于have这个词呢 还需要给大家再补充两点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请大家注意 have这个词 咱们在文章当中 经常会看到它很特殊的形式 比如说 大家会看到这个had 还有这个have had 或者是has had 有同一看就觉得 老师写错了吗 这是法印错误吗 是跳针了吧 怎么写重复了呢 注意没写重复 这两种形式都是对的 那这两种形式是什么呢 咱们先来一个一个来看啊 首先先看这个had had 这个看起来是最奇怪的是吧 had had 他没写错 为什么没写错呢 因为这个had had 它是have这个动词的 过去完成时 had had 是have这个动词的 过去完成时 为什么它是过去完成时呢 因为大家想 过去完成时态当中 它的公式是什么呀 是had加过去分词 所以它本身有一个had 这个had是助动词 对吧 然后后面再加上一个 这个动词的过去分词 那如果说 我想把动词have加进来呢 把have加进来 那这个时候 后面不又多了一个had吗 所以这个had had 它是have这个动词的 过去完成时 两个had 第一个是构成完成时的助动词 而第二个had呢 它是从这个实力动词变过来的 那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大家接着写 had had是have这个动词的 过去完成时 可以表示 过去的之前有 过去的之前 吃喝玩乐做 可以吧 我再说一遍啊 大家记好了 had had 是have这个动词的 过去完成时 表示过去的之前有 或者是过去的之前 吃喝玩乐 这两个had不一样啊 第一个是助动词 第二个是实力动词 变过来的过去分词 它俩凑在一起 正好变成了过去完成时 可以吧 好 这个大家记好了之后呢 请大家一个箭头 引到第42颗去 我们在第42颗当中 会见到这个had had 好 接着往下说 再看前一个 have had或者是has had 这个呢 跟刚才道理是一样的 它是have这个动词的 现在完成时 have has加上一个had 它是have这个动词的 现在完成时 因为前一半的have has 是构成 现在完成时的助动词 而后一半的had 它是实力动词 变过来的过去分词 第二什么意思呢 表示现在的之前有 或者是现在的之前 吃喝玩乐 所以这两种形式 其实都是由have这个词 变过来的完成时代 只不过一个是现在完成 一个是过去完成 可以了吗 好 这个大家如果听懂之后呢 咱们来看个例子 看这句话 I had had lunch at the village pub 我在一个这个 乡村的小酒馆里 刚刚吃完午饭 那在这里大家看一下 吃午饭 had had 这两个写错了吗 没写错 回顾一下 这两个had 哪个是助动词 I had had 第一个had 是助动词 帮助构成 过去完成时的 那第二个had是干嘛呢 它是实力动词 have变过来的 因为得把这个实力动词 变成过去完成时 所以就塞到这来了 表示过去的之前 吃午饭 过去的之前吃午饭 好 再来看一句话 We have had trouble with the plan We have had trouble with the plan 注意这个是什么呀 刚讲过了 have这个动词的 现在完成时 上一次呢 表示现在的之前有 我们现在之前就有麻烦了 跟这个计划 也说明跟这个计划 就是哎 弄得不太顺利是吧 有一些麻烦 有一些东西需要处理 所以在这里呢 给大家补充一下 have这个词 它的第一个补充的要点 就是注意它的完成时态 因为它的前一半是主动词 后一半是十一动词 臭在一起长得很像 是吧 好 那接着往下说 再来给大家多补充一点 多补充一点什么呢 就是have这个词 当它表示有的时候 那我没有说 老师我记得你刚才说过了 have这个词表示有 对吧 它还可以换成owen 还可以换成possess 对吧 这些都表示有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 其实它还可以换成一个词组 有的时候经常在这个 在这个正式文体当中会使用到 那怎么说呢 就是除了用have表示有之外 用have got表示有也可以 他们俩呢 没有任何的区别 都是一样的 但只不过有点小区别是什么呢 就是同样表示有这个含义 如果单独一个have 它就是正常的实义动词有 而如果出现了have got呢 在这里大家会发现 这是一个完成式的形式吧 它其实是从get这个词 变过来的完成式 get表达得到 那得到不就是有吗 所以在这里 它是从get这个词 变过来的现在完成式 那既然是在完成时代当中 这里面这个have就是主动词 好了那说过来 大家呢可以不用说 重点去区分说 这个是实义动词 主动词 你只要记住一点就行了 想表示有 你除了用have al and possess 用have got也可以 都可以表示有 比如举个例子 I have a book 你可以说成 I have got a book I have got a book 都可以 可以的吧 好 那在这里大家看一个句子 We have a lot of money 也可以说 We have got a lot of money 一样的意思 可以的吧 好所以表示有 have也行 have got也行 这个只是习惯的问题 比如说有些人常说 have got看起来更正式 好像英国人常说 然后有些人说 这个have got随意 好像美国人常说 其实还要注意 这个美式用法和英式用法 就是不会纠结在这一个方面 这两个都能用 你都会用就行了 可以吧 这是关于这个 那顺便多说一嘴 刚讲过了 实义动词和主动词 变成否定和疑问的形式不同 比如说你看第一个 实义动词怎么变否定 不能直接变 那说你没那么多钱 you don't have 那如果说you have got 主动词怎么变否定 you have not got a lot of money 那变成疑问 一样的道理 第一个用do do you have 第二个have you got就行了 所以大家发现 实义动词和主动词 其实就是个体力活 你说没有多难 是吧 就是这么个事 好了 那关于have这个词 我们就说这么多 好 那接下来请大家回头来 深情的看我一眼 我们来回顾一下 本篇作文的一个重点 就是关于have这个词的用法 首先请大家记住 分成两大类 have可以作为实义动词 表示有吃喝玩乐做 还可以表示主动词 完成实态当中 没有任何的实义 他们俩变成否定 疑问的形式不一样 主动词直接加闹 随便否定 直接提前变疑问 十一动词需要搭配 主动词 do does did 来帮助它变否定疑问 好了 数字之外 还给大家补充两个小点 比如说 had had have had has had 这些都是have的 完成实态 看着比较恶心 比较绕绕 还有就是什么呢 就是注意一下 想表示有 除了用have 他就用have got 这是关于这个 而且顺便来多说一嘴 其实呢 表示有的时候 比如说 you have a book 怎么变成疑问呢 do you have a book 这个是正常的 然后呢 有些教材当中还给大家讲 说除了说 do you have a book 也可以直接变成 have you a book 那个也可以 但是我们不建议 大家那么使用 因为书后注解的也有 我们不建议大家那么来使用 为什么 因为那个看起来更不正规 所以不利于大家 培养好的一点习惯 我们就不建议大家 那么变成疑问了 那个就算了 就按照我给大家讲的 这样正常的 这个正规的语法体系来走 比较容易一些 好了 关于这个呢 我就说这么多 来吧 本篇课文的主要内容 都处理完了之后呢 咱们就一身轻松了 待会在课文当中呢 咱们再关注一下 出现的不同的have就可以了 那咱们来写看文章 He often does this 这个小狗经常干这事 什么事呢 咱们来看第一句话 After I had had lunch at a village pub I looked for my bag 我吃完午饭之后呢 我开始找我的这个包 包找不着了是吧 在这一段话上 had had刚讲过 是写错了吗 不是 看什么形式啊 是have这个动词的 过去完成 什么意思呢 表示过去的之前 吃了午饭 因为它有点吃喝玩都做 对吧 过去的之前 吃了午饭之后 在这个小酒馆 然后呢 我就找我的包 好了 注意啊 看下一句话 又来了 I had left it on a chair beside the door and now it wasn't there 在这里大家注意看一下 I had left 你看就知道了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过去完成时 原形是leave 离开 L E A V E 对吧 那表现什么意思呢 我过去的之前 就怎么样呢 离开 把这个包放在了椅子上 对吧 注意 在这句话当中 had left 请大家告诉我 这里这个had 是住动词还是实义动词 咱说过了 完成时代当中 它是帮助动词 都是住动词 我这个把包扔在椅子上了 对吧 那这椅子在哪呢 beside the door 好了 大家画上这个词组 beside the door beside表示在旁边 就相当于这个挨着的意思 在旁边 把这个椅放在了门旁边的这个椅子上 在门旁边用beside the door 那说到这个beside呢 还有一个词跟它长得非常像 叫做besides 加了S 注意加了S 这个意思完全不一样了 它表示意思是除了 besides this book I have some others 除了这本中呢 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书呢 所以一个是在旁边 beside 一个是除了besides 原本呢 这个包放在这个旁边的椅子上 对吧 但是它不在那的 那这个包去哪呢 I was looking for it the landlord came in 我正在找他的时候 这个店主进来了 画上这个词 look for 我们之前讲过 对吧 带着目的到处去看 就表示寻找的意思 我正在四处看的时候呢 这个店主进来了 进来的时候 他跟他说 did you have a good meal he asked 你这个饭吃得怎么样呢 换上这个词have have a good meal 吃一顿非常好的饭 那大家告诉我 这里面这个how 是住东西还是十一东西 很明显吧 表示吃了一顿饭 所以是十一东西吃 所以变成疑问怎么变呢 把住东西提前 你吃了一顿好饭吗 yes thank you 吃得非常好 I answer but I can't pay the bill 我付不了钱了 换上这个词组 pay the bill 为什么付不了钱呢 I haven't got my bag I haven't got my bag 换上这个词组 刚讲过了 have got 它就等于have表示有 但注意have got这里面呢 是一个标准的完成时的形式 所以这里面这个how是什么呀 帮助构成完成时的住东西 其实这个have got 为什么表示有呢 刚才咱们说过了 就是因为它来自于get这个词的变化 它是get这个词的现成完成时 那不就是表示得到了我的包 那不就是有这个包吗 所以它这个有的意思是这样来的 好了 就是我现在没有我的包了是吧 the landlord smiled and immediately went out 他笑了一下 然后立刻出去了 went out 原型是go out 这边出去的意思 In a few minutes he returned with my bag and gave it back to me 几分钟时间 然后怎么样 他回来了 with my bag 但随着有 带着我的包 and gave it back to me 把他又给回来了 give something back 表示给回来了是吧 I'm very sorry he said My dog had taken it into the garden 我的狗把他怎么样呢 带到这个花园里去了 He often does this 他老干这事 是吧 你看这个小狗还挺有意思的 是吧 非常喜欢这个占据财产 那看这里面 My dog had taken it into the garden take it into the garden 把他带进花园 那had taken 这里很明显 用的是什么呀 过去完成时 表示过去的之前 就把他带到花园里去了 那大家告诉我 这里面这个had 是住动词还是十一动词啊 完成时代两种 帮助构成完成时的 住动词 好了 那大家看一下 本篇课文的主要内容 就这些 其实很简单 就是大家常常 生活当中会遇到这个小词 但是从来没仔细的注意一下 在这里呢 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还有的两种用法 十一动词 有 吃喝玩的做 住动词 帮助构成完成时 注意 他们两种情况下 变成否定疑问的方式 是不一样的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本篇课文的主要内容 大家会发现非常简单 其实算是一篇 小的复习总结的文章 好了 那感谢大家的难心聆听 我们待会拓展节 当然生活当中 使用英语的时候呢 很多这种小的词 词组的搭配 让大家特别的苦恼 所以呢 我们每隔几节课 便给大家汇总一小部分 可以帮助大家 使用这些常见的词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说这个词 give give这个词呢 本身的意思就是给 比如说give you a book 给你一本书 非常简单的一个意思 但是有些时候呢 搭配一些小词之后 词一会发生变化 然后呢 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一些常用的词速 he returned with my bag and gave it back to me 这是课文当中的原句 就讲这个店主出去了 是吧 然后怎么样呢 然后回来之后 带着我的包 give it back to me give something back 表示把这个东西给回来 还回来的意思 又把包给了我 那下一句话 give in your exercise books to me give in your exercise books 什么意思呢 give in就可以表示 交上来的意思 都给到一块 是吧 交上来你的作业本 练习册给我 所以在这里give in 可以表示上交起来的意思 像一个 he can't continue fighting 他不能继续作战了 he will soon give in 什么意思呢 在这边投降 相当于surrender 就是打不下去了 是吧 所以他准备投降了 待会我们还会讲 另外一个词表 投降 I gave away my collection of stamps to the little boy 注意这个词 give away give表是离开 你都给着 都给出去了 给走了 啥意思呢 就是送给别人了 所以我把我的这个 邮票的收集 都送给这个小男孩 give away 就可以表示送走了 给出去 送给别人 I have given up smoking 这个词组give up 稍后呢 我们在第二词课当中 也会见到 什么意思呢 表示放弃 have given up 现在完成时 表示我现在的之前 就已经放弃抽烟了 什么意思呢 戒烟的意思 但是give up 本身的意思是放弃的意思 好再看一句话 three of our officers give them up to the enemy 三个这个怎么样的军官 他们give up 放弃了自己 交给了敌人 啥意思呢 就像敌人投降了 所以这里give up 跟刚才讲的give in 是一样的 都可以表达投降的意思 好了 以上呢 就是一些比较长的小词组 注意 比如说你看这个give up give up 为什么可以表示戒烟 又可以表示投降呢 因为它在不同的上下文当中 但其实它本身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表示这个放弃做某事的意思 所以大家还记住那句话 词本无疑 意有形成 需要根据上下文的内容 理顺一下意思 好了 那这个词词咱们都学完了 咱们做个练习 请大家来看下这句话 will the person who took my ruler please give it to me 啥意思啊 will the person 那个人 什么人呢 就是拿走我尺子 这个人 能不能把他怎么样给我呢 give it back to me 给回来给我 再添入back b-a-c-k 好再看一句子 when my children grew up I give all their toys 什么 这当我的孩子们都长大的时候 我把他们这些玩具都怎么样 注意 长大了没 grew up 用的是过去时代 是吧 所以肯定是我的孩子们都怎么样了 过去就已经长大了 那这些玩具我要把它干嘛呢 给出去送人呢 give all their toys away a-w-a-y 给出去送人 give away 好再来看一个词词 when do we have to give our composition composition可以表示作文 也可以表示作曲 是吧 那我们什么时候交流作文呢 那这个上交应该怎么说呢 give in our composition we were losing the battle 我们这场战役要输了是吧 but we did not give up 放弃投降 give up 好了 以上呢就是本篇课文突然环节 非常简单 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 我们下期课见 拜拜